欢迎来到史上最好狩猎频道 终于看到猎人被猎物按在地上爆锤的画面了 视频开头这一幕发生于2007年的美国 而视频的拍摄者是猎人的妻子 美国人喜欢将猎物的头挂在墙上做艺术品 一日猎人有一个头脑风暴计划 用他的弓近距离狩猎并拍摄视频 猎人还拿出他的秘密武器 这是一种雄性鹿的尿液在雄鹿发情剂 其他雄鹿可以在五公里外闻到它 并会对任何散发这种气味的生物展开攻击 事实上在秘密武器的瓶身上已经标注危险 不要喷洒在人身体上 猎人作死 直接喷在嘴里 并承认味道非常不好 一切准备完毕 猎人前往林地边缘 等待为了争夺配偶的雄性风露到来 树林中传来奇怪的沙沙声 猎人妻子拍下了这段画面 疯狂的熊鹿用钱包大的蹄子按摩猎人的头部 我们来翻译翻译 小鸭原来是你在和我争夺交配权 我要踢烂你的屁股 熊鹿说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只是想用你的头挂在墙上做装饰品 猎人抱头数字 你还想从我身上得到一件艺术品 他喵的 熊鹿听完猎人回答更加暴躁 别误会 这是关于一项运动后的成果展示 猎人继续说道 也许我们应该冷静一下 独自待遇 是的 所以这证明了公平的踢烂你的屁股 可以带来改变 再看看我这钱包大的蹄子 忽在你脸上留下美丽的印记 猎人失去了他的帽子 失去了他的脚 更失去了他妈的尊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